自私心人人皆有,无私无畏无有求 念经修心度有情,再苦再难,修真心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学佛经常讲,天堂和地狱一面之差 师父还说,我们学佛人天天想怎么帮助人家,想到就快乐 所以,我们学佛人的快乐是建立在帮助别人的基础上的 那种快乐是在行禅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帮母亲上厕所,突然心脏向跳出来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一直跳得很快 平时没有跳这么快 我念大悲咒求菩萨,又念心经 然后又在佛台前和菩萨许愿给房子的药经者想房子 因为我念经时房顶响,屋子里响,还有母亲的梦境 所以我觉得可能和房子的药经者有关系 我就和菩萨讲,我现在心脏跳得很快 如果是房子药经者的关系,我许愿一个月内念21张小房子给房子的药经者 请菩萨保佑我心脏恢复正常 结果,大概两三分钟后,心脏也是突然的就正常了 不跳那么快了,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菩萨梦里帮我治病 醒来,原本很痛的地方不痛了 前段时间,因为我要照顾生病的儿子 身体非常累 从肩膀到背到腰都痛得不得了 估计是用了功德请观世音菩萨保佑儿子身体尽快恢复健康 帮儿子念小房子,所以备业了 每天忍着一倍的疼痛,撑着照顾儿子 和念经文组合小房子 前几天早上醒来 清晰地梦见我店里的奶粉厂家的业务经理 帮我整个背拔罐 拔出来的罐又黑又紫 梦里我很开心 拔完罐,肩膀,背,腰都不痛了 醒来,这些部位真的不痛了 我默默地在心里感恩菩萨来帮我治病 因为我的整块背并没有吃药打针就好了 哇,真是太殊胜了 感恩同修的分享 下面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吴我利他的恩师,台长师傅 我家儿子高中数学成绩差 通过许愿,放生,念经,二摩,数学成绩突破一百分了 一摩考试后,我许愿 至他高考,每天坚持放生 并在二摩考试当天求菩萨保佑孩子数学考到及格分 并为这事,为他念诵一百零八遍准题神咒 让孩子对数学有信心 结果,今天孩子放学后非常高兴地告诉我 他的二摩数学成绩突破一百分了 感恩啊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今天早上,我走路上班的途中,突然自己摔了一跤 手扶住地,膝盖着地 我手里拿着手机,手机瓶碎了 我心想,完了,手机报废了,得买新的 我马上站起来也没事 我走到上班的地方,打听了打听 我的手机能修好,花二百多就可以修好 我膝盖也只是擦破皮,没什么事 我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 我的直觉告诉我,是菩萨保佑我 要不手机就真的报废了,得买新的 也感觉自己的大结变成小结 今天早上,我起床早 把功课的大悲咒,心经,礼佛大忏悔文念好了 菩萨无时无刻都在我们身边 我们念的经文都在起着作用 只是有时我们发现不了 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加油,共灭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笑话吧 台长告诉大家一个笑话 台长开示总喜欢跟大家说笑话 说有一个爸爸生了一个男宝宝 开心得不得了 哎呀,生了个儿子 要想请一个大师给他起个名字 他说,大师啊 我姓高 我太太呢,姓郭 孩子名字最好有我们两个人的姓 我是男主人 为了突出我的家庭地位 请你给我起个名字 我的气势一定要压住我的太太 孩子应该叫什么好呢 这个大师说 嗯,你姓高 你太太姓郭 你又要压住她 那就叫高压郭吧 以我职在人间 也就是我一定要 我一定是对的 我一定不会饶过她 白是以我的 就是代表你的执着 我一定要让孩子 今天考上大学 最后孩子被你的压力索染 变了忧郁症 我一定要怎么样 那就是执着 放下执着 那才叫破除我执 我们做人不能有烦恼 有烦恼的人 是一定把自己看得太伟大 看得太高了 告诉你们 六道中 无量无边的众生 我们是来到人间 都是平等的 为什么 我们都是生不带来 死也带不去 再伟大的人 走的时候 也是两手空空 希望大家 在懂得今世 能够遇到佛法 这就是我们 最大的人天福报 感恩师父 今生能够遇到佛法 是我们最大的人天福报 我们要对菩萨和佛法 生起圆满的大信心 好好修心修行 一定可以一时修成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救助一下 大概 再次描述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